德国一方面拼命指财俄罗斯 一方面还要限制于中国的经贸货作 难道真的要自攻吗? 各位网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评估评估 我是易评估 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是 挥手砍掉自己的支柱 德国正在犯下历史错误 说一次还能走多远 最近德国在于中国的经贸货作方面 出现了一些不谈货线的消息 在拼命制裁俄罗斯的同时 还在加大力度限制于中国进行经济货作 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 德国亲手毁掉自己经济支柱的话题 战后的德国意志非常低调 属于典型的部分事事 闷声赚大钱的类型 不过虽然说而是上台 一击欧成途的爆发 德国的对外政策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德国不仅得乌克兰进行交大规模的军事援助 更关键的是德国挺冲美国的安排 对俄罗斯进行了劝勉经济制裁 然而德国人的报应马上就来了 普京下令不容许再向不友好国家共弃 德国当然也不例外 所谓奈而不忘非离也大概就是现在德国与俄罗斯之间的关系了 关停天然气对德国的影响当然是巨大的 说而是也曾经想过到非洲去找气 然而这种还是空手而鬼 因为既是德国远于投资开发非洲的天然气 这种德国人能用到这些天然气的时间 也是很多年之后的事了 所谓猿谁不接警客 德国人眼前坐骑的事 马上到来的这个冬天就需要咒狗的天然气 那该怎么办呢 很显然现在俄罗斯次已经授书无策 美国大哥也帮不上忙 就算肯卖天然气 那也是天价气 德国命中现在已经陷入到恐慌之中 正在用忌惮手的来抗议 俄罗斯次的利谱做法 前些日子就有女士 在苏尔茨发表演讲时破掉赏意 表示抗议 一波违聘一波有期 德国还要恰弹于中国的经济获作 除了苏尔茨当局 在汉堡港口的透支上 故意得中方塞卡之外 还警告 像大众汽车一样热衷于得花透支的厂商 德国方面不会为这些厂商提供担保 此外苏尔茨还多次提到 要降低令员和经济的对外依赖性 这些对德国当然很重要 可是德国的经济发展末时 不是抑制使用俄罗斯的炼甲令员 加工中国的抽集产品 再将这些产品出口到中国市场进行牟利的吗 现在德国搞成居然要亲手洽调这两大支柱 这不是要志工的节奏吗 除了在经济方面有志工的趋势之外 苏尔茨还在出发着 打理发展军事力量 在于之前的德国再一次的万劝不痛 苏尔茨计划 投资商欠一门愿 为德国还长贼心的爱抚三无 隐审斩棘 以争抢德国的战斗力 在本此对乌克兰的武器运轴上 德国可是霸得透抽 成为欧洲运轴乌克兰武器贼多的国家 说而是 准备将德国打倒成为欧洲军力贼为呛打的国家 真开中麻利买买买 德国之所以这样做 贼根本的愿意在于 美国对欧洲的安全承诺很不到位 在美国根本无法解决 俄罗斯威胁的时候 德国的这种做法 其实也是非常显示的 然而为了卫护把权地位 而和争恶抵抗 这是美国人的事情 德国却调到了欠态 真是荒地不计台监计 难道德国不想发展自己的经济呢 这种只担经济喉喽的做法 现在看来完全是胆死欣慰 根本没有理由 就算是将政治正确 也不止于在经济上入此胆势 自奔国的离异欲不顾 可以说 苏日子此局是一种厌重的历史错误 不管是德国命中需要添加起国董的问题 还是德国下一步经济发展的问题 苏日子几乎都解决不了 他到底能在德国整滩走多远 真的很难说 好 今天就聊到这 谢谢你的关注